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先去吃 评分相当高的牛肉面大王 台湾的美食 这间店已经是有40年的历史了 点了一碗牛肉面汤 加上一个排骨面 点了一个小小份的酸菜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吃扁面 所以我对它的面觉得还好 如果你是很喜欢吃扁面的话 应该会很爱这个面 因为它煮得刚刚好不烂 所以让我惊喜的是 它的牛肉真的是很好吃 很嫩很香 配上它的这个微辣的汤头 不是很辣 可是微辣 非常大力的推荐 就是要吃这碗辣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小小的这个酸菜 这酸菜呢不是 它不是很酸的 它是偏甜的口感 让那个汤会有更鲜美的味道 鲜甜的味道 然后排骨面呢 它的排骨就是很嫩 是炸的很嫩 我以为想说排骨好像都不是带骨的吗 怎么这个不带骨呢 好像想起台湾的排骨面就是长这样的 面条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汤头会比较偏肉骨茶味 想要吃清淡一点的话 就可以点这一碗排骨面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它的牛肉 spicy的 我已经把它的汤都喝光光了 因为真的很好喝 买单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小小的吓到 因为我看它的Google面是一份 只要6块 就算大的牛肉面排骨面也是6块罢了 但是我还的时候是8块 然后我就翻回去看它的菜单 发现它5月份一整个大涨价 可能就是出名了 所以就起价了 但是我还是很推荐它的牛肉面 来到了 红洋饭前面的一间档口 它是一个阿公卖的 它叫什么 阿帮巴勒 脆脆版的 阿帮巴勒 4567 它是有7种的口味 然后一个是1块8 如果加蛋是3块 竟然你们是在4点 因为我是有看当地人说4点 它就会卖完 我看到附近的学生都有来买 就是一个很像童年回忆的概念 把阿帮巴勒做成脆脆的 我觉得非常的顺口 很脆 然后一口接着一口 它外面一圈是脆的 然后里面就是叫 就是软软的 甜甜的 然后我点了一个花生 可以盖牙 可以听那个声音非常的脆 就是那个阿帮巴勒的 很重的那个小苏打味 是吗 每次会吃到的那个之间吗 还是什么的味道 反正我是觉得 1块8会有一点点小贵 但是就是吃它一个过瘾 也是看到当地人推荐的这个夜市 他们是说这个夜市在马六甲 是第二大的夜市 叫马琳 什么啦 第一个去买了这个肉夹 因为我听到有当地人说 快去买肉夹 然后我就跟着来了 就是这样子发现本地美食 真的是很好吃 因为我很喜欢这种酸酸 然后很有口感的东西 酸酸辣 然后它是还蛮便宜的 分子要5块钱 然后加虾饼6块 我是有加虾饼 但是我觉得那个虾饼可有可无 比较会有腻一点 虾饼是另外它会给你一片 然后你要自己加进去 里面就有黄瓜 然后钢工 凤梨 芒光 豆芽 一些脆脆的料理 还蛮多个档口有卖这个饮料 然后我喝了它的 蜜瓜西米露 跟新鲜豆奶 很清爽 蜜瓜西米露是真的有蜜瓜在里面的 但是喝完过后 我嘴巴好像有点色色的 有一点那种 好像吃到那个不熟的香蕉 那种舌头色色的 再去买了一个炸薄饼 这边还蛮多薄饼的 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炸 所以就买虾 还有咸蛋 鲍鱼 这个它分量给我超多 而且很好吃 有一点一点油 然后男友看到了这个蛋口 是有卖烘焙的 买了一个烧包跟蛋挞 总体上这个夜市我觉得 如果你没有来过是可以来试试 走走看的 真的是没有什么游客 都是当地人 为什么看得出他们是当地人呢 因为他们都是穿着睡衣的感觉 就是好像那种普通家里衣 然后就出来逛了 但是这个地区会有一点远 美食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样都蛮好吃的 多不彩雷 到了早上啦 就是来吃鸡力饭的时候 来马六甲怎么可以不吃鸡力饭 在Google Maps有4点1分了 星星 然后有200多个评论 感觉是还蛮不错 我们一到的时候就跟老板娘说 要吃的烧鸡 然后老板娘就自己推荐了 给我们来一个套餐组合啦 就是她自己点一点点一点 我们就随便随便随便都OK 所以就不小心点到了有点多 12粒的饭 跟一个鱼丸供丸汤 烧鸡白鸡 混合的 还有一盘豆芽 我是觉得她的饭有一点热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热饭 味道是比较偏清淡 每个料理分开吃的话 都会少一个味道 但是它合在一起在嘴里的感觉就是很美好 就是一个很清淡的早餐 还蛮满意的 因为前一晚吃的有一点过分 所以今天的早餐就对我来说 就刚刚好 她的汤 她的肉丸 我觉得不是很推荐点 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冷藏食品的感觉 就是一个牛肉丸跟鱼丸 然后变成一个汤 它的丸子好像是 它的猪肉丸是算一块一粒 然后鱼丸是五毛一粒 所以那一碗汤是三块钱 这一餐也不是到很贵 它至少是不用排队的 我之前是有在中国吃过 然后就要排队嘛 但是这个就完全没有人 然后很都是当地人来吃的 就是附近邻居走来吃的 所以会让我觉得很融入于当地人的感觉 一整个融入进去 在炎热的天气下去 马六甲骨鸡走走了 发现真的是热到不行 就赶快来这个上述宫 点了一杯的 Jendor Malaka Jendor 一个清清的东西 怕外国人不知道 Jendor在马来西亚是非常出名的东西 第一次吃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它这个包装 很像一个背面的设计 很可爱 它是有榴莲跟原味 我是点一个原味的 因为不是很想吃榴莲 然后它的料我觉得蛮足够的 它让我觉得有点惊喜的是 它里面有beric 还有这个凉粉 然后整个一吃下去 消暑一百分 很好笑的是 它这个两个是可以分开的 怎么变成了一个背面 就有点可爱 然后这个榴莲的装饰呢 闺蜜如果一起来啊 想要打卡 可以拿这个一起来拍一张 应该还蛮有趣的 就是一个榴莲 榴莲的一个照片 所以我们就来吃娘的料理 因为我自己平时是有煮饭的人 但是我觉得娘的料理 真的是无法超越的一个料理 不能在家里面随便复刻的料理 它是有历史的 所以我每次来马里加 都会想要吃娘的料理 然后这次是试了一下这个小金杯 让我的开胃菜 然后点了一盘这个辣椒猪 辣炒猪肉 还有一个 一个沙拉羊胶豆 小金杯 就是长这样啦 我是第一次吃十个前 就是它是一个前菜 然后有一点小金帐 怕有一点对它 把我太大的期望 然后一吃下去就发现 这一家的外壳 好像有一点臭油了 它的外壳好像有点放酒 然后它里面呢 是很多的芒光 这个辣就是一个很平淡的一个料理 所以我一点搞不懂 我可能会在其他街顶 但是它的这个辣炒猪肉 真的很赞 羊胶豆还好 这个辣炒猪肉 真的一定要点 它很多辣椒 但是它吃上去一点都不辣 就是微辣啦 因为我蛮能吃辣的 就是很下饭 你们点这个辣炒猪的时候 一定要点白饭 很美味 它有点酸酸微辣 带着那个猪牛的香气 我真的 我现在就流口水 这一家店呢 它是在 Junker Street里面的 所以要记得预约 还蛮多人来的 尤其是很多的导游 可以去WhatsApp 拿号码给它一个大补金 装潢整个就是很有娘惹风 我对它们的装潢 是一个尊重的动作 因为它的前台很大 但是它却没有把桌子放满 因为它其实还蛮多客人的 但是它没有因为想要做生意而 去用掉那个空间 所以用餐的时候 不会让我感觉很像很紧闭 这个空间很close 跟别桌 这么快又来到了隔天的早上了 又来到了一间吃烤面包的地方 我这一间呢 它在Google Mac有4.3分200个review 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古早味的餐厅 然后晚上这里一条街呢 有点像是酒吧街 但是它早上哇整个要声一变 然后我们到时候傻眼 因为10点到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我觉得有必要吗 听了一下路人排队 他们都在说小红薯有推荐 我就哦原来是小红薯的威力啊 OMG 排队的时候我就先给它拿menu 然后发现这个店呢是分开的 它是一间店里面有两个档口 一个是卖古早面包 一个是卖汤类的东西 面食类啊 点了咖啡跟茶 然后还有一个炸鸡肉 炸鸡肉丸是面食那边点的 哎呦我还点了一盘的水饺 它的价格其实是不便宜 7块钱三粒水饺 我是有一点想吓到的 但是它来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水饺分量很大 我就比较没有那么生气了 因为我就等了快30分钟 很期待这个好面包 就咬了一口发现啊 它竟然不是热的 面包不是热的 我有点小失望 但是它里面的牛油跟该牙是很冷的啦 所以还是这种提升比较好吃 但是我有点小失望是 它的面包不是热的 如果你介意的话就别来了 其实这附近还有很多这种 复古炭烤的店 这个就是那个水饺 水饺里面是有很多这个什么菜 木薯椰 不是木薯椰 VAYAM 有一些葱油 姜鱼仔 然后水饺还蛮大力的 但是它这个汤呢 有我很讨厌的香菜 很香菜的人 然后你可能就这道料理 对你来说就是痛哭的一道料理 因为它的香菜是已经煮下去了 就夹不出来的那种 然后它的水饺的肉 好像跟炸鸡肉丸的肉是一样的 如果是我比较不喜欢吃香菜的人 我就比较不推荐这一个啦 我比较喜欢的是它的这个炸鸡肉丸 但鸡肉丸里面也是 它的这个内馅也是有蠻光的 我发现马里加人好像很喜欢 加这个蠻光进去食材里面 然后购物是我们点了 然后它没有来 然后鸡蛋是一粒一块半 所以三块钱 然后面包那一区呢 它是没有菜单的 所以就是它讲多少钱就多少钱 最后最后回马六甲之前 怎么可以不打包一些甜点回去呢 之前我就是有来过这里 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买到它的泡芙 所以这次我就回来买啦 然后11点的话他们是有新鲜出炉的 所以我就我是在instagram问的啦 然后他们是说11点有新鲜出炉 如果你是要预约的话 是1点才能拿 觉得有点奇怪啦 所以我还是去单场直接买 反正有现货 然后一买就可以走 然后我是买了它的泡芙 还有这个 我找到了它叫可丽露 有两个口味 一个是茶 一个是柠檬 然后两个都拿馅 还看到了这个很可爱的 然后就很心动 到底要不要买 可颂 草莓瓜子中 然后最后还是买了22块钱 这个蛋桃我之前吃过非常好吃 因为那时候只剩那个我就拿了 可颂呢 我吃了一下就发现 好像是给我贴 昨天的 因为有一点臭油了 只是吃半个 我就会觉得喝了 有点想要吐 然后里面是有卡斯大酱 感觉点买这个可颂很靠运气 因为我也看不出 它到底是昨天的 还是新鲜出炉的 但是它的可颓露好好吃哦 我是放冰箱 然后隔天吃 我觉得一软好好吃 它外面是有一点焦香 焦香然后脆脆的 然后搭配里面 那个柠檬酱 跟那个茶香的酱 整个就是好好吃 然后甜甜 又有一点蜂蜜的感觉 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虽然它有点贵 所以七块半一个 豆腐我是剪片的时候才拿来吃 已经过了两天了 三天 还是好好吃哦 我可以感觉到它非常的蓬松 还有它的 里面的酱是非常的多 我点了一个原味跟巧克力 非常大一颗 它的原味我觉得必买 因为它里面的酱真的很多 但是巧克力 我这样有点偏少 是只是漏掉了吗 是只有我这一颗肉鸡了吗 怎么有点少 所以我看这两个有点不平均的感觉 这一间古早味豆腐花 感觉就是很纯 这很好吃 我也是看到 Googleman很多人推荐说很好吃 一吃我的肩 我的肩 它很滑很嫩 这个阿姨果然会煮 糖水也给的刚刚好 你吃真的是好嫩 比我的皮肤还滑 嗯 好啦 今天的小型美食综艺就到这里结束啦 然后如果喜欢这次的主题 不妨给我一个喜欢 还有订阅我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